歡迎回到全面進場 6月13日 星期四的第三節 我們繼續跟進香港最新情況 有兩則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則消息 TVB節目東張西網昨日報導 一名因為已故父親在遺囑上寫錯自己的名字 而慘遭繼母假女士獨吞業權 今年假女士更加以賣地作為理由 強制兒子迫遷將他斷水斷電 假女士表示 那個繼子沒有資格跟他爭拗 還要求繼子去找他父親 事件引來網民的強烈關注 假女士獲網民封為何太2.0 第二則消息 被受傳承關注的何太 又在抖音群組透露 他和何百翻鄉下陽光 網上同時流出了 何百和何太搭升降機的照片 何太頭戴白花成為了網民的焦點 認為何太是想就何百快點掛牢診 說到之前 首先呼籲各位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究竟這所謂何太2.0的事件是怎樣的 實情這件事又是不辜 禍港的事件延續 其實過往很多年 很多香港的男人 無論是老也好中老也好 經常走上去鮑爾拉薩這弄衝 令很多後續事件陸續爆雷了 因為那些男人現在變成老男人 陸續被釘蓋了 出現了很多麻煩事件 是樓浮山的祖屋 現在這塊祖屋的地皮 市值四千萬 原本天發一家四口 生活得樂也融融 不過 在1997年 出現了一宗 晴天霹靂的事件 就是天發的父親 去凌結新歡 認識了現年49歲的賈女士 我們計算一下數 現在2024年 距離1997年 就是26、27年 這個賈女士 現年49歲 在27年之前 就是49-27 就是22歲 即是天發的父親 在97年的時候 認識了當年夜二歲的賈女士 當時不是賈女士 而是賈小姐 可能是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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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怕賈小姐不是女士 認識的時候 無論如何都好 在東章西網的報道裏 就說 天發說到 他父親在拉柴之前 立遺囑的時候 他並不在場 當時是他父親打電話給他 問他拿資料 通過電話的形式口述 遺囑交代了 劉浮山三萬呎地皮的業權 分為三份 一份屬於天發 一份屬於繼母賈女士 另一份屬於維修基金 若然要賣地皮的時候 怎麼辦呢? 天發和賈女士一人一半 其實是他父親 心裏也有這樣的長子 假女士佔一半 始終是二歲開始就跟著他 可不可以維修上面的名字 天發 英文名字是天發 誰不知寫了他的名字叫天發 天就是上天的天 現在變成天 就是增天的天 天發 糟了 差了一個字 中文又差一個字 英文又是天變成天 天發就說 我覺得就是爸爸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 簽了這份維修 因為爸爸沒有理由 連兒子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 還有那個假女士 廣東話不正的 有大陸口音的 很可能就是她聽錯了 搞到維修上面 我中英文的名字都錯了 在天發的父親過世以後 天發和繼母賈女士 就將部分土地出租 以獲得收入 即將地皮分租 只不過 從2018年開始 賈女士就獨霸了所有租金收入 至今是六年 租金收入由北姑賈女士獨霸 今年更加以賣地作為理由 向法院申請強制 將天發隔扯 當然天發拒絕 誰不知 假女士 將天發斷水斷電 趕盡殺絕 昨天報導一出街 隨即引來網路的強烈關注 賈女士獲大量網民封為何太2.0 其實為何會封為何太2.0 當然是有原因 因為又是中老或是老男人 娶一個亂妻 又是年齡相差了二十幾三十年 你說是否真愛呢? 我就不知道 真不真愛 因為很見仁見智 問題就是 這些不姑落到來 很明顯就是要搶東西、拿東西、爭東西 事大一樣 正如恩尼所說 那些人下來香港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一向是尊重女性 一向是尊重不同地點出生的人 問題就是過往二、三十年 的確有一群這樣的人 走下來破壞香港的家庭幸福 而這種假女士和天法的爭產事件 又是一個例子 東張西網的訪問也說 引述天法所說 假女士疑似一早就有全盤的爭產計劃 天法就說 他當然想著將錯就錯 騙著我 等到賣地 就搞一份遺囑 我當時都相信他 我覺得他盤算了很多東西 是有計劃的 不過我當然不會放棄 除非說我死了 不是 我也不會放棄爭取這幅地皮 你就要搜集多些證據和資料 爭取屬於你的東西 要不然你老爸死了都不眼閉 好嗎?不要聽 而且你這個地皮 就不單是你老爸有份 就說他老母也有份買入 即是原配 這個假女士就不辜後來 走去引誘這個中老 令到他上當 現在還值四千萬 這個地皮 好了 記者就隨著天法去祖屋領取一些物品 就發現祖屋一早就被鐵板重重包圍 而且駐守屋外的保安阻止天法進入 只是准許把部分物品搬到門外交收 天法就看到祖屋裡搞到亂七八糟 感到非常心痛 這就應驗了一句成語叫做 著巢溝漸 不是溝漸 是溝漸 所以天法沒有行 現在被保安阻止了 你要掃諸法律行動才行 要不然那層樓和房屋地皮 就被假女士霸佔了 後來保安員就報警 警方就通知土地持有人到場 假女士就在律師的陪同底下現真身 天法見到這個祖母的假女士 馬上就上前去質問了 誰不知祖母就告訴她 習達利表示過 在4月17日以後 仍然拿回東西的話 屋裡的物品就屬於她 然後假女士又很得戚地說 現在就是我的名字 即是港幅地皮 我就是按照遺囑來做 是我擁有的 如果遺囑上邊那個不是她的名字 她就沒有資格跟我們爭論 她要證明 遺囑上邊那個名字 是你這個天法 你才有資格跟我爭論 現在你沒有資格 所以這個祖母 假女士 她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獨霸租金收入 已經是處心積累了 因為她知道了 在這份遺囑上的名字 不是寫了她的名字 天法 而是寫了天法 不是寫天法 而是寫了天法 實際上 沒有這個人 這個人是不存在的 因為名字錯了 我也極度懷疑 當初這個天法的父親 在簽這份遺囑的時候 當然她神智不清 會不會是那個名字 特意寫錯的 未必聽錯 可能是特意 不知誰有意寫錯的名字 令到天法 在領取遺囑的時候被卡關 現在就直接喪失了資格 被簡女士說她 接著就很久爭論了 那個主持就說 當天天法就告訴你 名字在遺囑上出錯了 天法又馬上回答 她說 我那時候提了你要改正 但是你沒有 簡女士馬上回答爹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 我沒有收到她的書面通知 我說寫錯字 第二 她沒有通知她的父親 主持就馬上問對 她的父親已經離開了 你已經寫了 寫了遺囑才會死 不是死了才寫遺囑 是不是 天法就說到話 有什麼可能 老爸會不知道自己的兒子 叫什麼名字 賈女士就說 這層你就要去問問她 如果遺囑上面 不是你的名字 天法 你就自己要去律師流證明 你是遺囑上面寫的天法 才好來跟我說遺囑那些事情 我覺得說得對嗎 阿Sir 然後隔壁的警員就很聰明 免得說 阿Sir也不方便去評論 好了 至於 為何她在2018年以前 就肯將那些租金分給天法呢 既然她說到遺囑上面都是寫錯名字 不是她的時候 賈女士就說 這些純粹是我自己的主意 憤遺囑 你老爸根本沒有寫你的名字 我們一起去律師流的時候 寫遺囑的時候 我也問了 爸爸你真的不寫天法的名字 好像不太好 然後她又一卵嘴地說 我也開始懷疑天法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但是第一 不管是否你的兒子也好 也起碼叫做誒呀仔 都叫了你老爸這麼多年 多少都給他一點 這些最毒的就是繼母心 這樣說話也可以 現在因為死無對證 她那個死鬼老公已經死了很多年 現在走出來說她的兒子不是親生的 可以這樣賭果為恩 顛倒是非 就是為了錢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留意到其實 在那份所謂的遺囑上面 當然是用英文寫的 有很多條款 的而且確 就說賣身不知姓什麼 然後是天法 然後中文是打格的 在東張西望那裡 中文的名字是 天法 天法和天法 這個名字是錯的 因為她的名字叫天法和天法 但是後面寫著 The Holder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K不知什麼 括弧1 這個身份證字號 到底是否準確 我認為也是關鍵 如果這個身份證字號 都是寫錯的 那個號碼 那個號碼 是錯的 那就真的 要訴諸法律 我想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這個身份證號碼是正確的 真的有機會搜紋之悟 因為身份證 每個人就只有一個 是不改得的 大家都知道的 又出生就是那個號碼 就是那個號碼 如果這個身份證號碼是正確的 純粹是名字和譯音寫錯的 其實是有得爭的 這個假女士 不要以為自己坐定粒鹿 真的可以獨霸這四千萬的地皮 好了 接著 這個假女士 聽到這麼多人問她 那就急步離開 主持問她 到底你有沒有愧對 走了那個先生 假女士就說 不是 我先生走了十幾年 我都被他住了十幾年 還想怎樣 主持追問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人知異盡了? 賈女士就說 對呀 她自己做過些什麼 她自己知道 她心知肚明 主持就說 那你是不是因為錢而不顧親情? 不姑就說 我不理呀 你自己做過些什麼事 你自己知道 主持就說 你老公是她親生老爸 那是不是要做到這麼絕情呢? 不姑就說 那你下去找她老爸 那天法就繼續說 你跟我說清楚才好 你做什麼事幹要避 你這麼心虛做什麼? 你剛才又說我不是你的計仔 那你現在是想霸了財產金錢 就一走了之 是不是? 你幹嘛做得這麼絕? 爺爺的財物 老爸的遺照 老母的遺照 你全部都丟了? 你現在是認錢不認人 那車上哪個不顧? 她趕上了私家車 這簡直是點頭同意 這些是滅絕人性的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立遺囑的時候 可能是當事人說錯或者寫錯 這些就是守民之認 法庭是有權更改 最重要的是 可否實現到立遺囑的人的意願 如果立遺囑的人 是想把遺產留給這個人 他只不過是說錯 寫錯名字 其實不太重要 陸大長還說 要有人證或者物證作實 例如當時有沒有其他人見證 或者上面有個身份證號碼 坐證 如果證明得到身份證號碼 是被指向寫錯名字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陸大長就說 相信法庭是願意改為主 所以身份證號碼是很重要的 只要號碼沒有錯 純粹寫錯名字 是守民之認 法庭是會改的 所以不要以為能取得 這單相比起 河馬那單容易解決得多 因為有個身份證號碼 但是也要看看他有沒有寫錯 有沒有特意說錯 如果有特意說錯 那就有時間去做 接著我們跟進 河白和河馬那件事 今早近十一點 河馬在抖音群組分享短片 就說他和老河搭高鐵回陽光的鄉下 下午三點鐘就貼出了 身處陽光吃飯的影片 哇 那些菜式貌似很豐富 有雞有湯 哇 真的很符合 有雞 哈哈 哈哈哈哈 又有湯 即是煲迷魂湯 又繼續 河太就向那些粉絲報平安 就說 各位 我回到陽光了 現在在這邊吃飯 河太又在抖音群 就斥責有些人 拿他們這件事去搞 還說事件已經影響到國家了 河太又說 無論我做得多好 我都是被那些知識分子搞的 所以我不怕說 他們這樣搞就想我死 我就不明白他 經常說到影響國家又民族大義 我知道這個河馬 他很想利用那些黃藍之爭 或者利用那些中港矛盾衝突的事件 來凌駕批評他那些香港人 你批評他那些是黃絲 又港獨 又說什麼 說你這些人搞反中亂港 他其實是有這種傾向的 在抖音群那裡說這些 只不過就是他由於 在整個香港社會裡面 都基本上不分政治立場 都覺得他是很離譜的一個人 所以他這一招才是不得逞的 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紅頭佬 黃青霞的未婚夫 那件事 李隆基 現在說到口唇邊 經常說不到 李隆基和他的未婚妻 黃青霞那件事 就是用了這一招來幫自己解脫 就說凡親唱阿基和他的未婚妻 全部都是黃絲 全部都是搞港獨 全部都是反中亂港 他們是有一種這樣的心態的 就用這一種來解脫 根本上是完全牛頭 不能搭馬嘴 跟共產黨影響到中共有什麼關係呢? 請問你自己欲宣就好了 好嗎? 就算是大陸人也不撐你 就河馬 你也拍衰他 這麼欲宣 為了爭產 老可還沒死 就開始爭了 無所不用其極 不擇手段 走去煽動這個老爺 和他的子女反目成仇 是不是符合人倫 是不是符合道德 關於民族大義有什麼事 所以你不要想著用這一招是不奏效的 不要想著什麼都滲襲民族大義 國家安全 真是愚蠢 有什麼關係呢? 請問不要再用這一招了 真是很低裝 別說黃絲和藍絲 看你不過眼 真是肉糕酸 好 今天網上邊有流傳老可和何太出遊的照片 其中兩張相片 就是兩人身處在升降機裡 說電梯裡撞到這兩名大紅人 看看河馬的髮型 笑到瘋了 原來河太就頭戴著五個大型的髮色 又蝴蝶結 又星星 又白花 所以就被網民懷疑 為何老可還在這裡的時候 你竟然頭戴白花呢? 作為一名大陸人 中國人 他沒理由不知道 一個女性頭戴白花 其實是很不吉利的 到底在殮葬儀式裏面表達出什麼呢? 就是悼念她的老公 可百老未曾死的時候 你帶到一棵聖誕樹的吊式 這麼多朵白花 而且身穿著一身的黑色素服 整個畫面是否很難看呢? 之前 之前你都已經奏老可 又說他乖老趁的時候 你就把真錢給他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燒真錢是屬於違法行為 奏完老可 現在就用行動帶白花 如果作為老可的五個子女 真的看到也覺得眼淵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